我不是只是Mega 我是黑暗的Mega 一身黑色穿搭戴上川普选举口号的帽子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27号参加川普纽约造势大会 在一先全场高潮 但这位川普铁粉先前针对摇摆州天天抽奖送出百万美金 约可新台币三千多万现金 给联署请愿书的选民去让他吃上官司 马斯克化身财神爷大撒币 立刻遭外界质疑公然会选 尽管在收到美国司法部警告后 抽奖活动立刻喊他 但废城地方检察官仍在周一提起诉讼 就连总统拜登也批评马斯克的行为不适当 距离没选不到十天 任何一举一动都有可能牵动民意 根据兵州法律 所有抽奖活动都必须受州监管 马斯克的乐透活动是否违法 面临刑责 还需要等待后续调查 这新闻综合报道